因為要健康 如果反而失去健康就可惜了 因為根據統計 臺灣每年喝掉了十一億支的瓶裝水 這相當於三棟101大樓這麼高 但特別注意是在運送水的過程當中 因為經常直接會曝曬在太陽光底下 所以現在就有臺北市議員提出了警告 說高溫會導致寶特瓶中的重金屬T 被釋放到水當中 如果民眾長期飲用的話 可能反而會造成疾病 硬邦邦的寶特瓶在太陽下曬 30分鐘立刻變得又熱又軟 更別說載送礦泉水的貨車沒有夾鈣 直接曝曬在太陽下一整天 議員擔心將讓寶特瓶當中的重金屬T 融入水中 高溫陽光會直射 包括紫外線 它會產生一些變化 科學根據這麼說 另外就是說有的地方大家看到 是在便利商店 各種各類的便利商店 它在外面存放這些東西就堆滯在外面 可是也是會經過高溫 太陽的這個照射 T的危害其實是全身性的 但是它跟劑量有關 人類的症狀 比如說它有局部黏膜的刺激性 腸胃道不舒服腹泻 另外有些肝功能腎功能異常的情形 心臟系統在長期作用狀態下 也有可能會造成一些損傷 T是自作保特瓶時必須用到的催化劑 只要碰到高溫就會釋放出來 不過大家先別恐慌 衛生局表示每人每天最少要喝 10萬公升的水才算過量 我們算過 那標準只是10個PPV 所以大概呢 是在高溫60度高溫 它放置大概6個小時以上的水 要喝10萬公升 一天才會對人體有害 雖然如此 不過高溫下 到底還有哪些有害物質 還是未知數 衛生局目前無法可管 只能道德勸說 請運送瓶裝水的車子 勿比加蓋 民心玩家梅陳嘉楊 台北報導